字幕提供了2比7比3 好了,跟大家去做一做這個題目 題目看一看 它給了一個資料,這個2比7比3 我們很快應該找到這條片都是7 2加3,這條片就是5 之前教過大家的,就是先看了有沒有相似三角形 還有有沒有一些叫做銅底或者銅高的三角形 銅底或者銅高的三角形 好了,這次呢 一開始給了資料這個24 然後我們留意到EBX 這個三角形 跟下面這個三角形 是相似的 應該很快看到了 相似 相似的話呢 邊的比例就是2比12 即是1比6 我這裡記下了,1比6 所以這個三角形 EXB很快算到就是4 加分度 跟高的三角形 底的比例是1比6 面積比例都是1比6 所以就是4和24 好了 跟著我們就用完這個相似三角形 現在這個相似三角形呢 邊的比例是1比6 面積比呢 就會是1比36 1比36 所以大的下面那個三角形 就會是144 加分度這裡 好了,然後我們再看看呢 上面這個梯形 如何計算呢 到這個梯形 這個梯形 那我們就可以又是用相似三角形 去考慮 今次相似三角形就是EBX 和FBY 大的三角形呢 大的三角形呢 就是長度就是 長度就是9 這個位置長度是9 小的長度就是2 所以面積比就是81比4 81比4 那怎樣計算中間的梯形呢 其實就是把81-4 這個就是77 好了,去到這裏 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計算了 剩下那部分的面積會是多少呢 我們知道整個梯形 斬開了一半 就是144 加24 就是一半 所以另一邊有同樣的面積 我們減回77 減回4 就會計算到 剩下那部分 就是CDYF的面積 就是87 5 2005 2007 2004 3 4